我们从正门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过去 那捷运站就在我们现在 这个所在的位置 面对客户仔细介绍房屋特色 这栋建筑物可是全台 通过伪老房屋重建条例的 第一个个案 第一件通过伪老重建的个案 就位在新北市板桥 而先前呢 这边是35栋的老旧建筑物 但现在已经全部拆除 盖起了销售中心 预计在8月就会开始动工 捷运站附近 金华地段占地941坪 未来将是25层楼高的建筑 还有花园景观将焕然一新 而申请伪老重建 过程很顺利 建商表示 从106年11月16号 他就提出申请 短短12天就通过 能够顺利的审查 就是政府的各个部门 通力的合作 配合这个政策的实施 加速审查 让这个案件能够的迅速的通过 地主更有意愿参与这个 危老的重建 改善这个整个环境 提升这个整个周边的房市价值 蔡政府推动的危老条例 通过效率之快 让建商很有感 土木技师工会也认为 近三年享用政府的施政方向 让工程界看到荣景 不只都更通过比例 有明显成长 像危老条例上路两年多 申请案将近800件 和今年一月底前为修正的多更三法 效率超了90% 采购法的部分也在过期20年都没有修正过 那修正了以后 对整个厂商在政府的采购会比较公平 所以整个在民进党执政的这三年里面 这个工程的那个立法变化太大了 加上政府采购法条款松绑 光是营建类一年预算已经高达三千多亿 而且还没包含前瞻基础建设的两千亿 种种政策让营造工程业非常有感 愿意支持执政延续声浪 持续攀升 三讯王勋陈友荣新闻市报道 三讯王勋陈友荣新闻市报道